我觉得如果涉贪当然是就要收押来把这个案情厘清 只是这是七年前的案子 这倒是一件小案 然后其他有没有其他大案牵涉其中 还有已经是过了七年的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才爆发出来 那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政治的一个算计 还是他们用一个最小的案子 后面还有牵连到非常的多 只是怕说这个小案 当然就可以立下赖清德的 他这个肃贪的一个所谓的精神存在 那如果再追下去的话 是不是让整个民进党的党本都要耗尽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目前就是需要透过一些检调单 为能够把郑文参的这一起案子 先离定清楚之后 我们再观察后续 他们到底会搬到什么程度 针对那个绿营悬降黑马的陆续表态 请问一下主委 目前蓝营的高雄市长选战的因应策略 我的因应策略 我想这个绿营 当然他们的资源 人力各方面都非常的一个充沛 但也没有什么黑马 因为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都是非常的资深 在地扎根都非常的久了 所以任何人出来 我们都不太意外了 那对国民党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扎稳我们自己的一个脚步 但是呢 这个绿营的初选一定是刀刀见骨 他们开始启动的话 大概就是38个行政区就会开始走动 那蓝营这一部分呢 也要开始已经要加紧的一个所谓的赶上 因为也不能照我们过去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个次序 因为他们一起动 我们当然就必须要去动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在未来的整个选战当中 不会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慢 然后就是会在整个的结果上面会比较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只能说扎稳我们自己的脚步 按照我们的节奏 但是也紧跟着他们的初选的一个状况 做出最佳的一个影影 基本上面邱营她表态出来要当这个高雄的队长 我给予最大的一个祝福 虽然我们在政治立场上常常有很多不一样 但私下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互动 对我来说她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直接 那她今天愿意表态加入这样的一个初选 我当然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朋友 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 不过就是以后未来这个高雄各大型的活动当中 我看这个一排立委全部都是站在旁边 会越来越热闹 那当然我们也不落人后 反正民进党的初选 不管是哪一位出现 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抓紧我们自己的脚步 目前在高雄的深根的情形 我其实选完市长之后我就没有再离开过高雄 我几乎周末时间都是每个礼拜都是在高雄 那现在又是不分区的关系 我在高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那因为这个会期我是担任招委的角色 一定要在立法院镇守会场 那这个招委谢谢来的 那在未来的会期当中呢 我相信我就会当一个一般的立法委员 但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放在高雄 所以应该就是住在高雄 有会议才去台北开会 我想一个主任跟着委员一起十几年 彼此都有很深的一个情感 那我想这个主任 他可能过去也是酒量非常的好 那可能也有一些喝酒过量的这样一个记录 但现在是因为邱委员 他自己已经可能要往市长之路迈进了 所以他每一个新闻都会被放大来做解夺 所以这个主任立刻被开除 在理智上我觉得这样的做是可以 断掉别人对他的一个批判 但是在情感上我想还是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了 嗯 ик 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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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